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賣的一個小玩具 新的玩具就是在面前大家看到的這個手掣 其實它就是 Steam 幾年前出給電腦玩家的一個手掣 我猜大家比較多的就是類似這類的XBOX 手掣 其實我都用了一段多長的時間 但是如果有打開機的朋友可能就會知道 右邊這個掣 其實如果在某些情況未必是最理想的 就是它這個都是Joystick 的話 所以在很多遊戲的時候可能都會被玩鍵盤麥克風的朋友會失敗在瞄準那方面 所以看過一些網上的review 所以又找到香港又可以賣 所以我就 買了這個steam controller 就試一下了 其實以前在外國都見過這個 在steam available 可以直接找steam買的 但是香港就做不到 所以就要在店舖買了 大家就要 這個也是我自己賣的 就沒有人贊助我的 所以我們快點看看它是什麼來的 那steam controller 我買的都不便宜了 都買了 接近500元 那首先看到它這個 其實就是行的 現在我記錯了 有中文的 帳單有了 那接著就 裡面的餡料 直接就看一下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看一下 很簡單的設計 這個就是steam的控制器 盒裡面還有一個按鈕 就有 我剛剛裝了的 就是 兩粒電子 一粒左邊 右邊 然後 這個盒子裡面 還有一些 說明書 說明書 還有這個黑色的東西 不要也忽略了 就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USB 和USB線 就是你不用 Wireless 應該用線 都是ok的 重點 不過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 無線的手掣 是有一條 哎呀 麥克風 是有一條 好像平時我們的Logitech 那些麥克風 是有個Receiver的 就是這個USB 我已經插進去 我自己的Notebook 就能用到 其實東西就只有這麼多 很簡單的 那這些東西我先拿去 就看看我們的手掣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steam controller 那它是插進去 其實都挺大的 其實不小的這個按鈕 還有它跟平時大家不同的地方是 如果看Xbox手掣和PS手掣 它這兩個手位是向下指的 但這個你看到是向上咬的steam controller 所以是非常之特別的 但我覺得是ok的 如果你放在你的手上 是剛剛頂著你的 PALM的手掌中心位 你都可以 很舒服地放到你的手在這裏 然後手指在trigger 左手就可以在這裏 右邊有4個按鈕 你看看玩什麼遊戲 如果你玩一些足球遊戲 你就可以傳播 那你控制方向 你可以用這個Analog 亦都可以用這個按鈕 那這兩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其實是 你可以按 亦都可以用touch 那這個 和Xbox手掣最不同的地方 就在這邊 沒有了右邊的Analog 就是取代用這個Trackpad 其實是一個Trackpad Trackpad可以按的 可以按的 ok 這邊也是 Touchpad也可以 兩邊都是Trackpad 其實 再加一個Joystick 那這些跟 Start Select 和其他手掣的那些 A,B,X,Y有 後面來說 後面來說 好,這裏有個USB洞洞 每邊其實有三個按鈕 一個,一個,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的Tracker 這邊都一樣 一個 兩個 可以輕按和實際按 輕按和真的按 最後就是 後面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個位置 都不錯 其實是 這個位置 剛才我拆出來安裝電的位置 這個位置 其實它 是一個按鈕來的 就是後面是一個 可以按的按鈕來的 所以它都可以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到的 待會我會再展示給大家看 在Steam 上 最特別的地方是它可以有無限的 Setting的可能性 我都還在學習 多到是 所以 這個就是 Steam Controller 基本的外觀 拍攝的話 其實 是 差不多大 差不多大了 我覺得 有些人上網說 SteamController 比較大 我覺得 差不多 兩個 我這個 是 XBOX 360 的舊款 有線手掣 耐用 操用的 還好正常運作 但是想試一下新東西 所以就買這個來玩 有些人投訴我這個東西很交 手掣 手掣 當然是交 交造的 沒有辦法的 這個 Anyway 拿來 都 平衡的 這件事情 好 現在的時間 看看 如何 可以 把 steam 手掣 steam controller 就在实际的情况可以用到 那其实首先 你就要开 就是要download steam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 玩开电脑的都会有steam steam可以在store 里买东西 library 那左边会有一些 在自己的library里有的game 比如一些 不同的game Civilization 都可以的 重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如何配合这个 手材 首先你就要去到右上角 steam的右上角 我不是放近一点 放近一点 这样就 去到 按它 变成一个 Big Picture Mode 即是fullscreen的fan 那就会 来了一个 fullscreen的 你可以在右边这个 螺丝 setting 按下去 然后去到这里 那你就会看到controller setting 就是可以set 手材 然后 现在它是说没有手材detect 没有手材的 这样我们按中间的按钮 其实我之前就 配合了 这样 我们在这里 看到 就已经有个controller的手材在 这样 按下去 其实可以改名 对 对 那我们可以改名 设计 等等等等 那我们可以back 那所以 就已经 如果你是未 detect到的话 你第一次开的时候 他就会可以 跟他的指示 30秒左右就可以 变成这个 按钮 那刚才我按这些按钮 他都有个 Haptic feedback 就是会震震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 可以用这个按钮 看到可以在我这里选择东西 let's say 可以选 back 我们当 BB 那我们可以选 Game A Library 那我们其实他的设计本来就是给一些人可以 在梳化 都可以控制住 接下来大屏幕 大电视道的一部电路 这样 就是我可以在 手制度就可以控制所有 在一个screen 发生的事 再不用拿着 一个 Keyboard Mouse 这样 有些game可以玩 可以选 的 好 我当 出回去先 那比如我当 按 Alternated 出回去 Fullscreen 出得到的 都 或者我在这里出 我当我这里 exit backpicture 先 是 那我再开 steam 是 其实呢 我这里已经是控制到 那个手指的 看得到 那个cursor 已经是 可以移动的 那我可以 比如说 Store 这样我以后就按Trigger 就是 Left Click 其实 可以 按 我又可以 按Game 可以按Game 可以按 不同的Game Store 都可以再按 其实如果有些位置需要打字 他甚至是可以选择 再打字 我自己就不试这两个东西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需要 那 所以 很容易的 就可以这样选择 但是重点就是 好了 到时如果要set 手制是怎么用 应该是怎么办呢 这个似乎是steam controller 最 特别的地方 我们又回到 那个steam 那个 big picture mode 先 我们 就去到 这个位 又去回手制 不是 手制制 这里就是很基本的 setting 只是说 就是很基本的setting 就是 Pairing 什么时候会关机 这个手制15分钟后 会关机 如果没有人用的话 可以再加一个手制 Multiplay 都可以 Add A Steam controller 再加都可以 你按了 你看看 你有没有手制 你有的话 就自己选择 就是 按着它 就Pair 而我们没有了 刚才和我第一次开的时候 都做了一个 Firmware update 帮手制 那一下就要插线 博落电脑 那一下就 就update 好刚才我想讲 一只game 如果你想有 每一只game 都有一个setting 我认为 那怎么set 这个按键呢 那 steam这里最好的地方 就是其实它的game 有些game 是steam download的 例如 City Skyline FM Civilization 这些 都是steam自己的game 但譬如我近期玩的 Destiny2 它是一只battle.net blizzard的game 其实就是 本来是不是steam的 但是自己其实是可以add 可以add game入steam 即是non-steam的game 不是steam出的game 都 是可以做的 那好了 我当现在我们去这个 Destiny 那怎么办呢 按进去 Manage 有它有 Your shortcut 和Manage shortcut 你选这个 然后 我们其实是可以向右边 选那个 手制的config 再按 其实这里就有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 譬如说这个我已经set到 是 即是上网有得 它有得download的 其实 你可以 你看到这里 有得browse config OK 按x 那其实你可以 看一下 有没有是 有没有朋友是用着 一个setting 在community里面有没有 其实是有的 你看到 有很多朋友仔 已经upload了他自己 觉得好用的 手制的setup 就放了上去 那我现在是怎样的 看回先 这样吧 譬如说可以set到 是可以 因应你自己的玩法需要 譬如说你 怎样瞄啊 瞄准准 它最夸张的地方其实是 是可以 譬如说我当这个 这个他set了 是 这个 Analog的 的 手制就可以 可以 入到那个 movement 就是 上下左右 跟着有additional setting 你看到有 亦都可以教 譬如说 侧面 会不会再有 第二个 sensitivity 那些 都可以 outering binding 这里 譬如说 会不会你按外 就会 sensitivity 会再 跑快点 即是按出 会不会跑快点 这些都是可以set 的 那就几好 那么 这个就是dpad setting 那跟着 譬如说 mouse setting 这个 就是说这个 trackpad是有什么用的 我现在就把它当mouse 用 那他就模仪mouse 我一按住他就会变成mouse 就是到时打个瓶就会 那 他怎样移动 其实都可以自己再set 那最 我觉得其中一个 很棒的地方就是 这个 这个 譬如说这个 手制自己 是动的 Gyro 动的 都可以 当是一个input 就是说 我这里动手指的时候 是 很大地动的人 是的 即是你要另左另右 360度转 180度转 都可以 但是你用这个手制自己在这样上上下瞄 都可以是一个fine adjustment 就是你当你自己是可以 要射人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 Tilting 我觉得 Gyro aim 他们叫做 都是很好 或者我们可以直接试试开个game来看 如何的效果 那开始game Destiny Play 这样Play 行不行 试试 因为这个是non-steam的game 就有些 有些技巧 但是都可以的 其实它是有声的 你听到 Haptic Feedback 是可以给到震你和给到声 有声 有game了 进了game了 看看如何了 看看能不能用到 是可以的 是的 如何把它放到Destiny 放到steam 然后再用steam controller 我都用了少少时间 都跟朋友玩了一段时间 用手制玩的 即是用xbox手制玩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steam手机来玩 其实这个手指是大动作 这个是小动作 可以AIM 我自己玩得不太好 但也可以试试 这个是什么来的 是Team Director Destination 试试球员这样的地方 选择地球 OK 试试行不行 在有部机设定的情况下 我也是用了一天这个手键 一定不会我用XBOX手键玩得那么好 不过你又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手键玩射击镜 没有我挑战一下自己 而且都用了手键打机这么多年 什么都试试 那 看看能不能够 这些setting都要慢慢再set 不过 挺有趣的 so far的感觉 Potential好有的 这样 这样就 跑了 这样 这样也 可以飞到的 这样也可以了 直人在哪 没有的 还有呢 在哪 哈哈哈 哈哈 哎呀,你看看 而且眼睛在那裡啊 嘻嘻嘻 嘻嘻 可以打人的,好害怕啊 嘩,這邊也是人射我啊 好明顯我不是一個專業玩射槍遊戲的人 不過都OK啦 你看見他的玩法是 有人跟我一起玩喔 垂直 什么? 冲啊! 冲啊! 冲啊 把布子拿脱去 Algen 洗了一个套牌出来 把布子拿出来 这样 很可待的,是用这个来变成一些苗 可以在这里,可以用的效果,可以自己在这边 Guardi8的效果 可以浓试直行感觉,可以更快或慢 可以使用的效果,可以在这边上,可以在这边上 可以有大型的效果,可以在这边上,可以在这个的效果,可以在这边上 所以用了两天之后,我觉得暂时来说它是一个都不容易学的一个周边仪器,其他位置都很容易,例如它的按钮, 但是这个你要用这个trackpad来取代这个,即是原本xbox的右边joystick,又或者是取代那个mouse的瞄准的话,就需要一些时间学,因为你要,如果你真的要玩射击的话,当然都未必一定会用这个手掣,但是它似乎steam他们大概在1415年的时候出这个手掣的时候, 它的野心就是想设计用这个议器,让别人坐在沙发上,就可以在大电视上玩到电脑游戏,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这件事情,因为它应该有机会可以对于未来的手掣,设计的发展是会有一个很有象征的意义, 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手掣,其实都已经有几百万人买了来用,即是销量都一定在,那我估计都一定是有它的原因,那至于打机是应该用keyboard,还是手掣,这个话题永远都不会中置,那其实,可能我自己是由于是, 从小到大成长都是用手掣去打机,打PS,所以我拿着手掣会比较亲切一点,但是这个是要,和这个这样的控制方式是需要时间去领略的, 或者我再用久一点之后可以再做一个review给大家去讨论一下,那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了,这个就是steam的手掣,steam controller